每个人其实内心总有着什么样子的想法或是期待 或许只是藏在心里面 或许会直接展现给你看 对应到指挥命盘 我们其实可以从牵移工来了解一个人的内心 真正在想的是什么哟 大约嗨 廉嫁期间的各主心 各会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看看你上榜了没 其实每当在华人欢庆年节的这个时间 也是大部分的朋友可以连续休假比较多天的日子 当然因为现实环境或是每个人的职业不同 能然有非常多的人在年节期间必须要坚守他的岗位 先不管实际上需要面对的人生 每个人其实内心总有着什么样子的想法或是期待 或许只是藏在心里面或许会直接展现给你看 对应到指挥命盘 我们其实可以从牵移工来了解一个人的内心 真正在想的是什么哟 让我们根据几种情境一起来看看 你的主心是不是上榜了呀 第一种叫做 就像一开始提到的即使是在连续假期中也有很多人没有放假 但是每个人都是心甘情愿去上班吗 或许薪水可以两倍拿的人会开心一点 如果是任职在服务业的美美看着大家 西家带卷的欢喜出游啊 心里也总是五味杂成 虽然大多数的人也羡慕着正在放假的另一方 但其实也是有人可以非常认分的投入工作岗位的哟 像是务实的舞曲 工作就是工作 我只是在做分内的事情 更何况我只是休假的时间跟人家不一样而已嘛 而且年节的薪水也更多好像也挺好的哦 另外像坚毅的旗萨即使再忙再累 我绝对能坚持到最后 还有属于必应新的太阳 就是在这个时候能好好展现我的工作能力呀 如果我能为社会贡献一点心力 我很愿意成为那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那一个哟 第二种叫做 难得的连续假期 一定要好好的让自己享受一趟开心的旅程啊 只是对于出游的这件事情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很乐中哦 想要出游的也有懒得做计划的 反正我跟得出去就对啦 所以对于号召的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用几个面向一起来探讨 像是希望旅程能够照着自己规划跟期待的天府 通常会是把完整行程安排好好的人哦 或是只想吃好住好去顶级名胜的紫威 参加一般的行程实在太楼 不如搞个六星贵妇团来去马尔蒂夫包个小岛玩 多有面子啊 另外也有就是爱玩的贪狼 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天象连针这类的哦 他们的强项就是搞定人玩什么安排什么 基本上只要人搞定了行程也一并搞定了 而带有享乐主义的泰英 则是会好好的安排个家族旅游 温馨同乐 另外别忘了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巨门 我想出去玩也一定要找一些能够一起玩的旅办才行啊 以上这一些呢都比较会主动的去号召呦 第三种叫 趁机投资理财行 老师 这个投资理财怎么听起来话中有话呀 是的 没错 在年假期间 大概是华人最百无禁忌的开赌时机啦 所谓的小赌 疫情养性 大赌 强行开运 而树里能力很好的天机天良 通常对于这类型的活动是爱不释手 即使不是靠运气 大概也能靠几率的推算出结果 更何况天良人还有老天爷罩着 你要跟他玩 可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呢 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两位 通常贪人也会愿意来跟风 毕竟这是个喜欢交朋友的新药 重点呢不在赢钱 但是如果能从牌桌上听到什么八卦 他们可是非常期待的呢 第四种叫 甘愿与世隔绝型 也有很多人在难能可贵的假期来到之后 甘愿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家里 不过如果你问他们原因 一定会得到各种不同的答案 那么大概会有下面介绍的这几种 不想面对人 搞人际关系就是我的弱象 一堆亲戚这个时候都出现 又要问东问西烦死了 反正呢我也不善于沟通 干脆躲起来最舒适 像是什么七杀五曲这类型的 只想躺平人 这个就是懒到极致的一个代表 如果能躺我也不想坐着啊 如果能睡个三天三夜更是通体舒畅 没错啦 天同人最容易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不过要执行起来相对困难一些 因为他们的定性跟坚持力道比较不够哦 或许就只想被感动 不管你的感性放在什么层面 难得的假期 一定要把这些累积很久的清单 给一次解决掉哦 像是什么呢 太阴天同天相 破均贪狼巨门 甚至是复兴的文曲与卵喜 都是属于拥有感性面向的新药哦 偷偷进取人 当然还是会有人想要好好利用时间来努力一下 除了本身就有学习心态的天机贪狼 还有博学的天亮巨门之外 其实各个祖星都有可能需要在这个时间里拼搏一下 那么能不能好好的持续下去 就会是一个成败的关键哦 毕竟大家都在休息 而你需要学习 这时候如果带有灵星跟陀螺 反而会有帮助的哟 如果还是出现在迁移工对面的命工 那对于学习的这件事情就稳定啦 就稳啦 今年的春假期间呢 也长达七天 大家都做好计划了吗 新年度的到来 大约也要预祝所有的朋友 龙年大吉万事如意